共建法治社会 化解矛盾纠纷 是第三调解室的宗旨 也是诠释七万六千名人民调解员的光荣使命 要帮助 找第三调解室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电视台和北京市司法局合办的第三调解室 我是第三调解室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刘佳 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调解现场 短短那个三二年时间 我造成二百多万 吃喝嫖妥不吃海藏 攒了几辈子的钱 由这一个人负责把他负责 我跟他说 我这是江门不幸的父子弟子 玩个游戏清额万八千的 有的十几万二十几万 你花掉八十五万 用了多长时间 半年左右吧 自己都夸没了 我感觉我手头有个三五万 那都不叫钱了就是 你其实作为父母 对他是有求必应的 跟他母亲要钱给三百五百不行 开着车撞他母亲的车 说您家家庭条件好 但是家庭条件再好 这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 是这样 就是你们一直对他的错误进行奖赏 于是他的错误行为就被固定下来了 明白吗 他只要一给你们施压 你们就向他妥协 得到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奖赏 于是他下一次就会哭得更凶 只要一喝酒就肯定跟家找事 要稍微有一点反发 那就是那就开着打了 就是各种 就不把我当人的 就一点尊严没有了我这个 我们贪上什么样的父母 那是我们的命啊 小孩子没有规矩 是因为父亲的权威在家里被消灭了 我从小基本上是爷爷奶奶大 你们作为大人 如果你们的榜样到了 孩子自然会好起来 两个恨子 一是我恨 他是恨你不成高 二是对我自己的恨 多余的溺爱了 孩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是由于你们没有底线 各种瞧不上我 或者怎么着的 就瞧不上您 然后拿钱挤的您 是这意思吗 所以你就得被我打被我卖 对你就得听我的 我就是老子 是不是给了你五十万块钱 以后再不要钱了 对 那房子我也不要了 就是他愿意卖就卖了 我也没有任何愿意 江湖上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就急不就穷 而你分明听上去就是穷了 而不是急 如果现在你父母给你 不给你钱的话 你是不是连日子都没法过了 已经对 在这种时候 你还想要自尊吗 夫妻两个人 马上就要变成四口之家 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上来了还要谈自尊 但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叫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您之前半年能花掉八十万 你觉得剩下那点钱 够你花几天 男人是跟父母就彻底做个了断 或者就是以后哥哥哥的生活 您的意思就是说句不好听的 把账算清楚 然后以后哥哥哥的 对 一刀两半了 父亲表示 儿子的所作所为让他十分无奈 父亲平时根本不知道 应该如何和儿子沟通 两代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到底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能让至今的父子之间 走到这种地步呢 你知道就按你们家的说法 其实这个小孩的出现 他该着听见了吗 就是他们家一家人 都是那种忠厚传家的 终于出来一个终结者 攒了几辈子的钱 由这一个人负责 我刚才说 我这是家门不幸的父子逆子 所以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吗 没有 你不断地给他养分 使他变成一个更大个儿的逆子 不是吗 是这样 就是我们经常说 这个孩子啊 有的是到这个市场来 是来还债的 有的是来讨债的 这是讨债鬼这是 父亲用讨债鬼三个字 来形容儿子 这不禁让我们有些疑惑 那么高先生 究竟做出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父亲 做出如此评价呢 一个28岁的一个成年男人 现在让他说 给我造的 我们家杂的 他真是一点折都没有了 短短的这三二年时间 给我造的二百多万 吃喝飘的 不吃海草 我们现在拿他 一点折都没有 你老想着用报为什么镇压我 父亲告诉我们 短短几年间 儿子高先生 在外面累积欠债 高达百万元之巨 这让身为父母的他们 愁眉不展 天天为儿子担惊手怕 那么如此巨额的债务 高先生拿去干什么用了呢 百多万的债务 对 是怎么造成的 慢慢较劲 就是说花钱 那时候从经济上 我也没有什么了 后来我那时候想着 拿那车抵了 跟人家搭帮干点啥 就想自己独立起来 就不想再靠着他 依赖他了 后来那钱到手了 我这平时就是 花钱也大手大脚惯了 结果事也没干成 就把钱也花了 花了慢慢的就越陷越深了 花钱又来干什么 玩游戏 吃喝玩乐 借了上百万 只是去吃喝玩乐 这个理由 让所有调解嘉宾 瞠目结舌 高先生究竟把钱 花在了什么地方呢 我玩游戏就是特别上演 只要一玩游戏 就在那里边就想 那种必须得当老大 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玩个游戏 轻则万八千的 有的十几万二十几万 您的那个七十万的车 抵了多少钱 它那属于压手机 不压车的 抵了三十五 抵了三十五万 另外还有七十万 七十万就是身边 接触那个 有的呢 说白了就是胡鹏 我们的就 恶意的 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就恶意给我放高鸡 你借了多少钱的高鸡蛋 本是多少 都是五万 十万借的 没有说 那所以也有八十五万 你花掉八十五万 用了多长时间 半年左右吧 六个月 吃到什么好吃的了吗 也没有什么 短短半年挥霍掉八十五万 平均每个月花取十四万 高先生堪称挥金如同 那么这笔巨款究竟花到哪里去了呢 高先生告诉我们 自己平日里把钱花在了娱乐上 起初并没有欠下那么多的欠款 可是由于后来自己一个错误的决定 才让他彻底走上了一条捕归路 玩网上那种红包来的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被那个朋友里边 一个人就拉那里边 起初是开始玩 一千赢个千八百的 挺美的 后来就是老输 因为我那时候就感觉已经杀不住了 就感觉自己都困不住 感觉我手头有个三五万 那都不掉钱了就是 高先生沉迷的 是近几年开始流行的 一种赌博形式 微信群由群主作庄 先统计哪些成员参与此次 抢红包赌博后 抢红包的成员 事先开自己将抢到的红包尾数 并进行押注 然后群主再统计好参与连数 并发出不等数额的随机红包 你去借高利贷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千万别再沾高利贷 这个不是你解决困难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 家长是非常的宠着您 非常的惯着您的 想要什么给什么 因为他从小就 我这感觉就是多偏向于我弟弟 学家的孩子谁补偿 不可能说他爸爸 说叫他说 说那么动不动就打他 您刚才说到补偿 房子是您自己花钱买的吗 不是 车是您自己花钱买的吗 不是 那您要什么补偿 可是他当初口头又答应我 说如果要看我表现好 替我把那些债还了 我虽然受人接济 我还得特别硬气 你还不能看不起我 那是自尊心上的需求 这是第二件事 我不希望都给我 就是希望给一部分 然后 不不不 那也不是你自己花钱 你想让他们给你 你想完成 你自己对房和车 从不到有的过程吗 不是 在他这个成年以后 除了跟我索取要钱 我真是没有办法 在目前他提出来要自理之前 其实作为父母 对他是有求必应的 可以这么说吗 他要想要什么东西 不管使用什么方法 什么手段 他必须要得到 父亲告诉我们 他们对儿子可谓是有求必应 一旦有事情没有满足他的要求 儿子不择手段 也要得到 就因为没给他钱 就开始张 就去撞 撞来的 确实撞 当时这么一情况 就是正好别人也在这路过 当着别人面 就开始就说我 然后我就把他那老年代 不说给撞 父亲的讲述 让调解嘉宾极其震撼 心理专家认为 高先生如今的状态 肯定和他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那么高先生过往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上学上学打架 上班上班打架 回来找工作什么也不干 初一的时候就辍学了 对吧 对 2007年的时候又想上学 然后去了一个技校 没上一个月又不上了 对 2008年去云南当了兵 对 退伍之后去专场干 后来又不干了 对 2011年给领导开车 对 就是12年到13年 14年您是在纸箱厂工作 后来又不干了 对 15年是开了加盟店 对 您又欠了100万的外债 对 所以从头到尾 好像您的这个 都不能说职业规划了 完全无规划 是 就您的这个工作轨迹 一直是 就是可以用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来形容吗 就也是可以说漂浮不定的 就是因为这工作也是 都是父母给安排的 儿子高先生告诉我们 之所以自己并没有长久的干一件工作 完全是因为这些规划 都是父母强加给自己的 并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愿 可是对此 父亲却有不一样的说法 他认为儿子 这完全是在给自己的无所事事 找借口 专场一天没去干 纸箱厂干 之前因为我这做的生意比较早一些 他没有去干 纸箱厂我开纸箱厂的时候 没干过十天 那这个开加盟店是他自己要做的吗 加盟店我有那种 我说你没有这个头脑 你天天出去吃喝玩的 晚上到这拿钱来 所以说我看他这样 我说你拿来别受罪了 这买完这当我赔了 行吗 咱不干了 这样我给他关了 什么叫不干 那没人我不在那坐着待着干什么 我一坐着待着看手机什么就不是 我是不是在那 合着干这工作 王俩想着自己自食其力 跪下那钱还我母亲拿走 合着我啥也闹不着 我就是在那还是规矩跟上班一样 这哪说好重点是我开的店 高先生成人之后 他的父母不但管吃管喝十年 还为他买车买房 甚至还债投资 都想而知 高先生的父母 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早就家财散尽了 就比如说小时候玩个弹球什么的 或者玩个洋画什么的 我爷爷把整个陈鼓香的弹球都买过了 就是一抓着孩子就和我一人赢了 说您家家庭条件好 但是家庭条件再好 这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 是这样 您家这孩子就这么着 您要多少给多少 如果说他今天不要闹着要独立 您准备这无底洞怎么填下去啊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 高先生的种种行为 让父亲料定 他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父亲表示 自己实在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了 所以才找到第三条解释 希望通过专家的劝说 让儿子有所醒悟 您觉得这是什么造成的呀 是可以说他对我们的 拿我们对他的爱 他一点都不理解 就是要什么给什么 可以这么讲 您就停这来 我们就来讨论这件事 我给您普及一点心理学常识 好的 额外的给予 被人类的头脑认为是一种奖赏 所以您来看 他一事无成 是的 他又刚给他还完债 为什么想到要给他买一辆车 他老是跟他媳妇找事 让他媳妇抹眼 所以来 我当然知道就是他有办法 是因为如果可以获得额外的奖赏 任何人都愿意去努力 对吧 但是你们有原则吗 为什么 他就是各个方法 真是没有原则 所以我就说 别光说他 你知道如果 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 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互动 他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 孩子在这种状况下学习的 就是你们一直 对他的错误进行奖赏 于是他的错误行为 就被固定下来了 明白吗 他只要一给你们施压 你们就向他妥协 得到的东西 对他来说就是奖赏 于是他下一次 就会哭得更凶 心理屯家就高加父母 毫无原则的恋爱行为 给予了建议 父母表示 其实他们也并不想 一味的向孩子妥协 只是因为一来不忍心 儿媳孙子 一来年迈的长辈 从小就宠惯着高先生 让他们也十分无奈 他爷爷 早晨连一点方面 一块多钱方面 他爷爷都舍不知 就给回家 然后给他攒 攒了几万 我先给他还账 疼孙子吗 对不起 咋断 爸爸 我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在您这个大儿子 成长的过程中 他主要的时间 是跟您父母在一起 是吗 对 但是是您的父母 在管教孩子的时候 他们的权威会超过您 是吗 北老师 我跟你们讲 因为当时那种状况 我爷爷奶奶活着 那么四十重堂 可能是对着孩子 说完教 我当时候说 也不听 也就是说您说话 只要他不乐意 自有更高的权威 逐级向下压 把您压下去 是这意思 这个其实就是他 现在无法被管教的原因 小孩子没有规矩 是因为父亲的权威 在家里被消灭了 于是他就不知道权威是什么 他没有一个怕 就谁都管不了他 你们家这个还是挺典型的 怎么没有权威 那该打我该说我也说 顶多是打我说 或者说我说 我太爷或者说爷爷 趴着窗外就开始拦着了 就给我带走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的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对第三代的那种溺爱 把这个孩子就给教坏了 那么也非常希望 从这个案例当中 能够汲取一些教训 对第三代不要过于溺爱 我们经常碰到的情况是 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 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觉得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要更多的尊重 孩子父母的一种教育权利 这是我觉得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心理专家认为 由于父亲没有在儿子犯错时 予以正确的教导 一味的满足妥协 是导致如今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可是儿子对此 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他表示 之所以闹到今天这一地步 完全是父亲一手造成的 我从小基本上是爷爷奶奶在大的 就是跟父母这块感情 就是没那么近 那什么时候爷爷奶奶撒手 把您就给父母管了 上初一的时候 就从村里边就搬进县城去了 然而您这学也没好好上 对也没上多长时间那学 以前小时候是打骂我一顿 然后就给一个堂吃 那时候就是我就是 基本上老躲着他 都说父爱如山 但是高先生告诉我们 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并没有感受到父亲丝毫的爱意 反而快要被这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了 他关键是物质方面确实是满足我了 可是别的方面是 哪怕你那种 只要他说什么我就肯定是不 父亲粗暴的管教方式 像一个恶行循环 儿子无法接受就会逆反 而父亲就会更加不满意 更加粗暴 长此以往 父子之间就会越来越疏远 西里人家认为 儿子高先生之所以能变成如今这样 除了自身的错误外 与父母当初的教育方式息息相关 是吧 说的难听哈 他的孩子 我在这老说的呀 我们他上什么样的父母 那是我们的命啊 而且关键是你每一次 这种像高药一样的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并不出根啊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你们不断地妥协呀 那你这样 你怎么能培养父亲的威信呢 说没有办法吗 是 你就二十八了 给他公布 你应该自食其力了 你要做的 我做了 没有钱能行吗 你们家的问题 感觉上听上去 像是儿子缺乏自我约束的能力 对吗 那是因为你们作为父母 从不约束自己 包括你们不断地向他妥协 也是对自己缺乏约束的表现 对吧 不要强调孩子的错处 你们作为大人 如果你们的榜样到了 孩子自然会好起来 好吗 是这样 好的 心理专家指出 父母一次次的妥协 并不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 想要让儿子能够走向正路 父母本身应该是非分明 那么对于儿子控诉父亲 殴打自己的行为 父亲又会做出怎样的回答呢 高先生 我刚才问您的儿子啊 问问他怎么形容他的父亲 他说反正您的教育方式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 您是这样的吗 不能说一点没有 我打过 有数那么几次 不像他所说这个 天天没事我干嘛我找你事 因为从我跟他的交流当中看来 除了他自己也不独立 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 他也其实极度缺乏自信 你不是一般的肯 你都寄成虫了 就像我爸说的那句话就是 不撞男娘不死心 撞男娘还得撞着头破血流 就是我行火速 我想要得到什么 不管想什么办法使什么招 我必须得得到 你这孩子能够怎么跟他口吐 我怎么还能管他 我还能要他吗 所以我就说跟您探讨一个问题 是教育方式 其实不光光是给钱 就是因为孩子 他以后要承担他自己 作为父亲 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 那咱们父母有没有说 有意识地去培养一下他这些呢 我对他现在就是两个观点认识 两个恨子 一是我恨他 是恨你不成功 二是对我自己的恨你 我对过于的溺爱了 父亲表示 自己确实有过动手的行为 可是这都是在被儿子 逼迫无奈的情况下 才出此下策的 自己对于儿子 完全是用爱给惯坏了 可是对于父亲的这一说法 儿子却表示并不认同 就是就像我说 就是打一顿给个糖 这因为就是如果说您不说 爸爸对您这样打这样骂 我们从您的这个经历来看 家长是非常的宠着您 非常的惯着您的 想要什么给什么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是 就是我这个情感这方面 我就感觉 他就是说有始终中 我感觉就没 就是各种瞧不上我 或者怎么着 就瞧不上您 然后拿钱挤的您 是这意思吗 对 所以你就得被我打被我骂 对 你就得听我的 我就是老子 我说什么 你基本 比如最小的一件事 不管我在干嘛 他给我打电话 如果我要不接了 也是事 接了他肯定是 一般都是喝完酒 给我打电话 接了就是给我找事 要不然就在哪呢 怎么着 陷你多长时间 赶紧给我滚过来 怎么着 也不管我在干什么 就是这样 在第一现场 高先生一直强调 父亲的磕磕和霸道 然而在他父母看来 这些打骂 都是万般无奈之举 即使像他说这样 我批极 我也知道 有时候批极也不好 我批极不好 我没法跟你沟通 你母亲呢 你母亲有什么毛病 你爷爷疼你 你奶奶爱你 你对你爷爷奶奶 做出什么回报了 结婚生子了 给你老婆买一件衣服 还是给孩子买一块糖 什么都没有不图你 有一暖人的话吗 让爹妈 让爷爷奶奶 顺言顺语 有吗 以前 从上班的时候 第一次上班的时候 发的第一个游动词 就给你咽咽 茶咽什么的 因为我咽咽奶是真疼我 就是从没 就是跟我懒过 也没跟我挤过脸 父亲的不理解 让坐在第二现场的高先生 非常气愤 调解至此 心理专家分析 高先生挥霍无度的生活状态 除了之前提到的种种原因之外 还应该有更深层的心理问题 这个心结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他从小就 我这感觉就是 多偏向于我第一天 原来高先生还有一个亲弟弟 比高先生小11岁 回想到弟弟出生的那几年 从小交生惯养 备手呵护的高先生 感到非常难过 因为我这个 从小的时候也是被惯拿的 羊排什么的 我也愿意吃小块 我也不愿意吃那个大块 肥块什么的 可是那时候就有我弟弟了 就有时候买一只烧鸡什么的 我也喜欢吃鸡腿什么的 他就老让我说好吃的 老愿意留给我弟弟 或者呢 让我吃那 就是不好吃的那 不会为什么呢 或者怎么着 可是我毕竟我也 给我 就是说宠毒了那种 就是感觉一打架了 我就不习惯 高先生表示 由于父亲偏爱弟弟 让他从小就蒙发了 摆脱父亲的想法 他今天选择和父母 一起来到第三条解释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你是想跟你爸爸断绝关系是吗 也就是说不想有这种 家庭生活上的这种琐事的往来 和经济上的往来 这件事为什么需要到电视台来呢 因为 你转身就走就是 可是我这现在毕竟我也有一个小家庭 就是说之前那个房过户的时候 我这外边确实欠了些钱 我父母 我父母也说看我表现好 帮我偿还一些 可是然后那房过户了 也没替我还那钱 结果还就是把 爬过那车 就是在我不知情分情况下 都慢了 您现在是说 要要回房子和车子吗 不是 我就是现在就要 要一定的补偿 我对他是这么有办法 这还有 我对他彻底实义信心 真是不要回车 因为我父亲 老是看不起我各种说 所以现在如果他这个状况 就走一个极端 老认为别人也不对 老认为我们做父母欠他 就破坏破坏了 你越说我 我也就那样 您刚才说到补偿 对 房子是您自己花钱买的吗 不是 房子不是您自己花钱买的 是我父母买的 车是您自己花钱买的 不是 那您要什么补偿 他那个户主名写的是我 那证明我有这个使用权 你已经把房子又过户给他了 对吗 对 那房主现在又变成他了 对吗 对 那还说什么 可是他当初口头又答应我 我说如果要看我表现好 替我把那些债还来 你没有证据 而且他说的是你要表现好的话 我就帮帮你 那个不是他欠你的债 是啊 我现在今天来的一个目的 就是想要让专家帮我 因为我现在跟我父亲 基本上已经没法沟通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两回事 比如您现在过日子有困难 对 既没房也没车 对 你想让父母接激你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虽然受人接激 我还得特别硬气 你还不能看不起我 那是自尊心上的需求 这是第二件事 对吧 第一点我不认为是接激 你既没车也没房 对吗 对 你现在希望他们给你 对吗 我不希望都给我 就是希望给一部分 不不不 那也不是你自己花钱 你想让他们给你 可是他当初是 确实我没要 不管他是怎么说的 高先生告诉我们 他来节目 就是来向父母 要回属于自己的财产 面对调解嘉宾的开导 他始终认为 既然父母已经做出了承诺 那么就应该兑现承诺 所以你现在 到我们这个节目 是想让我们帮您怎样 就是说想跟父母 你想独立 对 想独立 然后独立是需要有成本的 是 是吗 对 您的独立的成本是多少 就是卖车的钱 是不是给了你50万块钱 以后再不要钱了 对 房子也不要了 就是他愿意卖就卖了 我也没有任何愿意 你有什么保障 我可以立自居 或者去 有专门的公正部门 我可以公正去 你已经 你过没少立自居 之前立过自居 说过什么都行 只要为了没什么 现在我要甭说给他50万 我给5万块钱 我现在就好了 5万块钱造完了 明天再说 再来 就是对了 你可以告诉我 你拿这个50万块钱 用来干什么 有一部分我想是 还一部分钱 因为毕竟外边还欠了钱 我这 欠了多少 你现在还有多少外债 50啊 所以这个钱 全部都用来还在这 不是 我就想着 有10万或者是20万 那时候 我想着 偿还一斤 好 剩下30万用来干什么 高先生告诉我们 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如今他已经娶妻生子 而且妻子正怀着二胎 他们小两口 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父母如果不管不顾 他们一家三口 还有一个未出生的宝宝 真的无法生存下去了 30万我想着给我妻子 因为他毕竟现在就怀二胎了 我们那边也没有生活经济来源 我想着给我妻子这块留10万 那还剩20万 剩20万 我也没想到 想着以后是干的 所以你并不是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计划 对吗 其实听上去 就很像是日子过不下去了 给点过日子的钱 你知道这个 是金融大计 江湖上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救急不救穷 我跟你说 它其实是两档子事 一档子事是 在你的成长的过程中 父母给你的环境不大好 这是一档子事 第二档子事 是你30岁的年 你是两个孩子的爹 你没饭吃 这是两档子事 心理专家告诉高先生 不能因为家庭的不幸 就模糊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 就放松对自我的约束 对此 高先生陷入了沉默 接下来 陈旭吕时 从另一个角度 对于他的认知 进行了批评 我跟你讲 你有个悖论 我们有句老话 你可能听说过 在人家乌檐下 后半句该怎么说 是 不得不敌他 是不是 是 那他就当初老是说 怎么能说 你这个都不对 你不能说 人家给你养到18岁 那我们有很多人 都是在逆境中长大的 都是吃了很多 你18岁以后 你可以完全 你可以靠你的劳动 靠你的智慧去 去挣钱去生活 对不对 你到现在28岁了 你既然把这个问题 理直气壮的 把它作为问题来谈 显然在认知上 是有问题的 其实我是有点担心 高先生 就是 如果说 如果说 今天爸妈能够 以一笔钱来买断 跟你之间的关系 就像你说的 咱们就且别说50万 咱们就比如说100万 但是咱们常说的 一句话叫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您之前半年 能花掉80万 你觉得剩下那点钱 够你花几天啊 就是说 我之前看过 咱们一起节目 如果说 就是不信 我剩下钱 咱们不也可以 把这钱 搁到咱们这个 第三方调解室吗 也不经过他手 以后看我表现 对于专家的解读 高先生依旧坚持 只要父亲 把他应得的车钱 还给自己 那么自己今后 一定会改好 可是对于这一说法 父亲 却并不能认可 您说还能有吗 因为这几年 就说 不光他这是丧 我们连媳妇也好 孩子也好 我们这一大家子 这都是我才维持 不过这个 长久性 那么说 一直老是做 一直老做 可能这买个 那个利益 也不见得那么好 所以就是实在是没有钱 家里拿不出来了 才把那个车给卖了 就是那个账 这是这样 父亲表示 不论是房子还是车子 本来就是自己选管购买 儿子并没有出一分钱 另一方面 他就是把车卖了 也是为了给儿子还债 并不存在要还钱 给儿子这一说法 听见了吧 就他们家一家人 都是那种忠厚传家的 终于出来一个终结者 攒了几辈子的钱 由这一个人负责 我刚才说 我这是家门不幸 出此逆子 你不断地给他养分 使他变成一个 更大个儿的逆子 不是吗 毕老师的意思就是 让您两位 别一直在说 这孩子怎么怎么不行 也从自己身上 找找原因 听了调节嘉宾的劝导 高先生的父母有所感悟 借此机会 我们将双方同时 请到第一现场 让他们当面沟通 看看能否 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不感觉也没尊重过我 你这脑不争气 你爸不是分解不承担吗 有什么没了结的呀 以后也别干涉 他们欠你钱吗 那那个之前那个过房那个 他们原来给你的东西 他们决定不给你收回去了 而且你也已经配合 他们完成了这事 不可逆 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 他们明显的不愿意现在 可是他当初乘货 说乘货什么呢 你对我们的承识 可是我们这 但是有这房子属于间接性的 房子不对啊 房子就好吧 跟家 自家性的赠语条件 这样这样 没错 你说的太对了 你还知道赠语两个字 是啊 房子刚才已经说过了 的确当初登记在你名下 但由于你的所作所为 老爷子怕 你爸这房子给造没了 是 在经过你同一情况下 过户回来了 过户回来的一瞬间 登记在老子名下了 抱歉 这房子就是老子的了 就不是你的了 明白了吗 现在我也不政治 就是要这房子 好啊 所以刚才说问了 你不欠你的 这第一关于房子 关于车子同样的道理 关键钱不是你的钱 是他的钱 还是这句话 你是大小伙子了 成年男人了 老爷们了 对吧 不要把那些摆不到台面上的理由 作为主张自己权利的依据 所以呢 刚才我跟你父母 我们聊了 我相信你也听见了 给你总结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的 他们心疼儿媳妇 每个月500块钱的营养费 就是他怀孕的期间 只要他吃奶 奶水钱都归你们 也就这样 因为我没有办法 替一个28岁的儿子 跟父母说 你们的养 不是 我就说想 那老这么耗着 什么时候是个头 耗什么呀你 老是回头干涉我 管治我 那是有什么意思呢 干涉你什么呢 管治你什么呢 我就不应该给你买房子 我就不应该管你 什么都不应该管你 不应该给你管你死的 管你孩子 你别光说呀 你做到呀 真的 你真舍不得呀 可以 那么我对于 这个孩子的父母的建议是 虽然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们都放不下 但我认为必须放下 放下可能才是爱护 你让他没有任何希望了 没有任何依靠了 那他就留 对于钱款的问题 儿子还是执着于父母当初的承诺 对此 调解嘉宾 从情历与法律双层角度 做出了解读 明确告诉高先生 他的想法根本站不住脚 短短的这三二年时间 我造成二百多万 有时候他一喝很久 当着我亲戚面 或者当着不管是怎么着 就骂我 就是各种 就把我当人的 就一点尊严没有了 我这个 我对他现在就是两个关键人 两个恨 一是我恨人 二是恨人 二是对我自己的恨人 我自己过于一个 对孩子这样 我觉得呢 你今天有勇气来到这来解决问题 这个首先我们要肯定 但我们非常希望 无论我们是专业人士 还是起码我们两位 可能长你一辈 那么我们说的也都是 无论是我们 从我们自己当子女 还是我们从我们当家长的角度来说 我们说的都会比较客观 因为你现在 你细想一想 你现在靠你爹妈这样 这样的一个 一个救济 你伸手去 你能要到哪天 调解嘉宾们发现 儿子高先生 经过专家们的开导 对未来也有着自己的期许 在第一现场 父亲不断指责儿子的行为 也有不当之处 对此 调解嘉宾告诉他们 该如何沟通 您不能到这来抱怨孩子 是 我做的有些过敌 然后呢我告诉您 一个另外一个思想方法 你换一个思维方式 可能就不这么难受了 就是您现在所抱怨和不满意的 是由您的老人 您家里的老人 替您带大的这个孩子 他在一个很复杂的环节里面长大 有一定的意思 然后在成长的过程中 因为教育的缝隙 就在他身上养成了一些陋戏 这是事情的真相 是这样 然后呢我也得劝您一句 别太较劲了 首先情感比较疏远 再有一个 你不习惯他也不习惯 这个其实是因为感情不够深厚 而且别人带大的孩子 因为自己看着看不习惯 就会觉得非常的受挫折 把这个放下 我们就说以后怎么过日子 以后过日子的原则 我刚才也跟您说了 您就管自己 您把您自己管好 把您自己太太管好了 你们的日子过的是对的 对所有的事情做出来的判断是对的 行的那个事是对的 就够了 听闻调解嘉宾的解答 股子双方陷入了疼思 高先生面临二胎的降临 他们的小家庭又没有收入 我们对他当下的实际困难 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父母究竟该怎么帮助 这个让他们又爱又恨的孩子呢 高家父子之间的争执 能否得到一个圆满的解答 谁算是你管你 我就不应该给你买房子 我就不应该管你 什么都不应该管你 我还不算了 你越说我也就这样 我也今天给你明确表个态 我拉着你这么大 我给你带到这个市场来 说我没引导你 没教育好你 这个是我又作为父亲的 子不叫父之谷 我有一个责任 你怎么去做 你也自己好好想想 说分开 可以 我不用你管 你妈你看着办 你要是个人有良心的话 你妈可以管 父亲这一番真挚的表达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父亲 对于子女深沉的爱 听了父亲的话 儿子的思想有所改变 在前期采访时 高先生也表示 对于父母 他并不是一点都不理解 08年当的兵 在云南那边 临走的时候 我就记得 我爸还真是一个很少哭的 可是那时候就挺感动的 就临走了 我感觉我爸眼泪一断 所以我那时候 心也挺酸的 他是怎么说呢 特别疼爱孩子那种 就是方式方法 有点我感觉不欠 不当 看来道理这父子俩都很明白 但是多年的隔阂 实在在他们心中 堆积了太厚的尖兵 一个不善表达的父亲 一个固执倔强的儿子 他们所缺乏的 就是彼此诚挚的沟通 对此我们的调解嘉宾 做出了具体的建议 你们家如果整体的家庭气氛想要改变 首先的作为必须得是父母 你们要对自己谨言慎行 给孩子做出榜样 孩子才有改变的契机 孩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是由于你们没有底线 是在你们的纵容之下 孩子没有认识到 问题不能再继续下去 那就谢谢各位老师 辛苦了 说我们父母管得多 我们可以放着不管 你自己过你自己的小日子 我希望你把你的家庭 越来越过得越好 越来越幸福健康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这一对夫妻能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特别要对这个孩子说几句 那么我们对你的希望是 要多反省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行为方式 思维方式 对还是不对 凡是要有是非 有时候教育孩子很复杂 但是有一样东西很简单 那就是爱 不妨化繁为简 用爱来面对一切 解决一切 都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希望高家父亲 在以后的生活中 少一些强势 多一些温暖 在此我们也要提醒高先生 我们理解他成长过程的委屈 但是这些并不能成为他犯错的理由 希望他在今后的生活中 能够有所成长 如果今后他能够自强自立 让父母放心 这个家庭也一定能风和日立